动态影像博物馆是美国唯一一家致力于展示各种形式的动态影像艺术、历史、技术的博物馆 从经典电影鉴赏家,到儿童和家庭,再到狂热的游戏玩家 博物馆可以满足所有年龄段和不同兴趣的观众 博物馆收藏了美国最大、最全面的与动态影像艺术、历史和技术相关的文物 这是世界上同类藏品中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 从1981年博物馆成立之初开始,涵盖广泛的主题 直到今天的馆藏包括超过13万件来自电影、电视和数字媒体制作、推广、各个阶段的文物 从19世纪的光学玩具到最新的数字艺术 探索运动图像的制作、推广和播放的每个阶段 取材来自世界各地的当代和经典电影节目 为所有年龄段的影像爱好者提供启发性的不断变化的展览 博物馆展示了一系列大型和小型的展览和艺术装置 以及独特的现场活动 现在在三楼的展览馆 重磅展出了由斯坦利·库布里克指导 并与作家亚瑟·克拉克合作开发的 《2001太空漫游》电影幕后制作文献 这部里程碑般的电影 已经并将继续对电影、设计、绘画、建筑和广告行业 产生广泛的影响 博物馆探索库布里克的影响 他的执着研究 以及他在从1960年代的角度来看2001年的创新生产过程 展览亮点包括影片中特别摄影效果的概念草图 服装包括在克拉维斯基地场景中穿的太空服 和在人类黎明场景中单里希特穿的官乐者猿人套装 以及与星际之门特效序列相关的故事版、联系表、测试影片和照片等珍贵的资料 博物馆的核心展览幕后 让参观者沉浸在制作动态影像的创作过程中 展示了电影幕后制作的各种工具 比如场景布置、特效化妆的演变历史、道具制作 还有摄影师跟拍的花絮照片等 拥有超过1400件文物 以及一系列互动体验、试听材料和艺术品展品等 新普森一家于1987年首次在特雷西·厄尔曼秀上作为循环动画短片出现 并于1989年12月在福克斯网络上作为半小时连续剧首次亮相 现在已经出到第31季 仍在受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喜爱 展览展出了整个动画片在最开始制作的一些手稿、背景图等 吉姆·汉森展览 吉姆·汉森展览 无限想象 自2017年以来 博物馆举办了一场持续的展览 专门展示吉姆·汉森的创作过程和历史 吉姆·汉森展览中的许多物品 都来自吉姆·汉森家族对博物馆永久收藏的捐赠 包括历史木偶、服装、制作设计材料和授权商品等 整个展览解密了汉森和他的设计者、表演者和作家团队 如何将布偶秀、布偶电影和芝麻街等经久不衰的流行世界带入生活的过程 在展出的近300件物品中 有47件木偶和其他受欢迎的人物素描、故事版、剧本、照片 服装和电视剪辑以及通过监视器和投影仪上呈现的幕后花絮等 此次展览是所有年龄段游客都为之兴奋的目的地 瞬间拉回游客们的童年回忆 来自瑟拉大陆的生物 黑暗水晶之抵抗时代的角色设计 这是1982年由吉姆·汉森和弗兰克奥兹共同导演的电影的前传 此次展览探索了为新的Netflix影片设计奇幻角色的过程 展示了一系列概念艺术、模型、木偶和幕后图像 《恩兰亮点》包括一系列由托比·弗劳德创建的详细模型 这些模型也是被用作最终角色的模型 《知落色》《媒体墙》展示了从1930年代到2010年代的美国电影宣传材料 其中非裔女性扮演重要角色 这些图像不仅仅是推动票房销售的营销工具 还体现了美国种族历史中最好和最坏的一面 引发了关于电影中以及整个美国社会中种族和性别的问题 动态影像博物馆的旁边是考夫曼·阿斯托利亚工作室 工作室建于1920年 是派拉蒙影业的原址 今天很多好莱坞的顶级电影、电视和数字点播剧都是在这里制作的 动态影像博物馆位于纽约市皇后区阿斯托利亚 电影电视爱好者们不妨在闲暇之余来体验一场不一样的动态影像之旅 欢迎订阅与分享